我三太子小小的嘛 我只有兩歲嘛 我唱那個小孩子的歌 給你們聽好不好 採訪過程中突然凍出 小孩子唱歌怎麼回事 這是三太子上身嗎 這是三太子上身嗎 那些送品 那是一波那兩半身照著是哪裡 但是你如果要看這個健康健康 那最後就是能夠全身的照片 我憑一張照片 就可以看出那個人的 前世今生疾胸或骨 看得很清楚 還可以透過一張照片 我可以看你的身體狀況好不好 而且就憑一張照片 我可以看出林志玲有沒有懷孕 有沒有這麼厲害啊 一張照片就可以全部看透透 難道說她真的具有什麼 特殊能力嗎 我答應之後 第二天就開始了 把我的老師觀世音菩薩 他就開始 每天早上九點 就來教我 各種法術 還有看人的身體 他宣稱本身帶有天命 因此可以跟神明溝通 而這一些透視人體健康 還有通靈能力 都是神明教的 包括幫信眾算命的時候 他們也會在旁邊提點 他能夠 看來這個口庭 都有那麼多 都可以寫得出來 他如果有訣 都寫得出來 我每次在幫人家算的時候 他們就在旁邊告訴我 這個怎麼樣 這個怎麼樣 我就很生氣 我說你不要告訴我 我自己有學 我自己會 會 可是他們就是一直 一直常常就在我旁邊 嗨 妳好 老師好 真的有神明在旁守護嗎 不得而知 不過在採訪過程中 突然疑似有三太子上身 我的腰椎也是很痛 好 我 你... 你...你先看了 這很...很痛 老闆你如果不好睡 你不會怕路 你知道嗎 我又看到說不是只有這樣 你又有膝蓋問題 你膝蓋裡面的韌帶 有筆斥耶 這很嚴重 這如果沒關係 他就好 小姐 你可能就要嚇一跳 這樣走路你知道嗎 這位求助老師的信眾 真的膝蓋出了問題嗎 我是有感覺到 我跑步的時候 我膝蓋會刺痛 那到後來是越來越嚴重 那到後來是越來越嚴重 那到後來是越來越嚴重